Originally 好在看這個字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它的名詞 Origin Origin這個字的音節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音節在 O我們就唸成 O的音 RI我們唸成 R GIN我們唸成 G 重音節若在第一個音節這個字 我們就唸成 Origin Origin Origin這個字呢 它是一個可數的名詞 通常會用在複數型 這個pl 指的就是plural 就是複數的意思 中文我們就翻成起源 或者是由來 那我們知道起源呢 還有另外一個字 跟這個字呢 也是很像 它的源頭 英文就唸成saurus 好我們來看一下底句 Dr. Jane is studying the origins of life on Earth She wants to know how life began on our planet Dr. Jane就是Jane博士呢 他正在研究 It's studying the origins of something 表示什麼東西的起源 英文 我們就唸成 The origins of 加s 生命的起源 哪裡的生命呢 on Earth 在地球上 生命的起源 She wants to know 她想知道一件事 好這件事情呢 就是由 How所引導的一個名詞 子句 在這邊當作 極物動詞 know的授詞 好這邊呢 當作了極物動詞 know的授詞 How life began 生命是如何在我們的星球開始的呢 她想要知道這件事 好那我們在origin的後面呢 加上al之後呢 這個字 主要它的中音節不一樣了 好第一個音節在o也是唸成 o原本是唸 現在呢唸成a r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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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each but later on we decided to take a train instead our original plan 好我們原來的計畫 最初的計畫 was to drive to the beach drive to 一個地方 表示開車到什麼地方 開車到海邊 but later on 這 later on 也是蠻常用的一個片 同學呢可以順便記一下 叫做後來 但是後來呢 we decided to take a train instead decide to do something 表示呢 決定 要去做什麼事情 英文 就唸成 decide to take a train 就是搭火車 那這邊的instead 特別提醒同學 就是後來就是跟instead 取代的意思 我們改 我們取代了 原本開車的計畫 我們搭火車去了 而決定 改搭火車 take a train instead 好那我們在original 這個字的後面 並加上ly之後 就變成副詞了 那這個字 我們就念成 orig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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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當作副詞 我們中文翻成 最初原先 來我們看 例句 originally 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 開頭就給我們originally 好那我們知道呢 originally 當他放在巨手的時候 他的意思就是開始 那我們就會等於很常見的 一個片就是at first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好 in the beginning at first 他的意思就是起初最原先的意思 所以呢 取出呢 Edward didn't like 他不喜歡呢 他太太養的那個pet dog pet dog原本的意思就是童木狗 其實就是狗的意思 now he sees i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amily 好這邊有一個片語 c a as b 各位有看到嗎 好這也是一個蠻常看到的片語 c a as b 好我們把a當作b 把a視為b 我們呢 英文就念成c a as b 特別提醒同學的是 這個介系詞要用as 那除了c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用view這個動詞 它的意思都是一樣 都是把a當作b 那兩個字的呢 有think of think of a as b 意思都一樣 都是把a當作b的意思 好所以呢 現在呢 Edward呢 把它呢 當作是一個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amily 這個家庭裡面呢 重要的一個一份子 好 那這個part 除了可以分子 一份子可以用part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字更好 那個字呢 就是member 好 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就念成originally 副詞最初原先 original 形容詞最初的原先的origin 起源由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